不要 我要送我 粉絲你要什麼 燒爆他 燒爆我啊 OKOK 夢想努力追 馬而言會飛 沒錯 又再是我馬飛 早一陣子李寧有給我送來的一雙 CJ McCallum 的御帥13 那今天我們就來聊一下這雙鞋 話說我回來我個人會比較少穿這種 highguard的高筒鞋 為什麼呢 因為我的腳夠短 如果再穿下去就看不到我的腳了 不過這雙鞋例外 因為我覺得整體來說 這雙鞋的外觀還蠻不錯 鞋型會給人家帶來一種比較修長的感覺 至於配色方面 雖然說是中規中矩 卻不失大雅 唯一要批評的部分是鞋舌 因為我覺得這些一粒一粒的圖案 設計的不怎麼好看 接下來是第二點 說完鞋子的外表 我們來看一下鞋子的內在 也就是安全度和實用度 這鞋身多半採用的是編製面 有一點像Nike的Flyknit 不過比起Nike的Flyknit 會稍微硬一些 腳掌的包裹效果 我覺得做到了9分 至於鞋子的內襯 李寧有在腳踝部分 加厚了海綿 在我們的腳踝支撐 可以說是做到了極致 中底採用的是雷雷雷雷 四個雷 也就是李寧的蹦科技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我用手輕輕一按的話 感覺還蠻軟的 這雙鞋的鞋底採用的是橡膠底 論抓地力 它會發出雞雞雞 在室外無可挑剔 室內就很sorry 因為馬來西亞很少 室內的籃球場可以讓我測試 而外提的就是這雙鞋 而且有附加碳纖維板在鞋底 然後鞋子的外側有一層DPU裹住 讓這雙鞋穿起來更加穩定 感覺鞋子還蠻安全的 不容易熬踩扭傷 還有一點是鞋子的舒適度 鞋子一邊的重量大概是420克左右 那我覺得鞋铜這部分呢可以省略掉 如果是低的版本應該就是fit side 那結果沒多久呢 李寧就推出了一個比較低的版本 至於鞋子的柔軟度和靈活性 我給的評語是不差 但是也不是很好 還有進步空間 那這幾年呢我們可以看到李寧的鞋子 有在進步 我還記得當時候我第一次穿 way of weight 地帶 那個鞋子呢是很難穿 感覺上整個鞋子是好像用石頭做成 是我人生中穿過最難穿的鞋子啊 然後來到了最後一點就是鞋子的價格 這雙鞋的售價在馬來西亞是699 我覺得如果穿出來室外打實戰的話 未免有點大財小用太浪費了吧 那我覺得這個價錢有點小貴 好那我們來總結一下這雙 一張李寧玉帥13C 如果是外表的話我會打 4顆星 我自己本身覺得這雙鞋的外表還不錯 那接下來就是安全度和實用性 我會打 4星半 接下來是舒適度 我打的分數是 3星半 至於最後一項就是價格 價格我打的分數是 3顆星 4顆星 早在一個星期前呢 就有一個人 他在Instagram私訊我說要挑戰我 然後你要不要介紹一下你自己 呃,大家好 我是黃凱翔 呃,貼花燒包 等一下你要什麼? 燒包我啊,OKOK 我們開始囉,我們會打11分好不好 我買了一下 我買了一下 我一直覺得很難的 真的打街的話真的難的 你還想跳人都不來的 可是他很緊張 哈哈 只有我,我一直 Nope H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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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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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